在一个温馨又古朴名叫威洛布鲁克的村庄里,萨姆和他的小伙伴饼干因调皮捣蛋而出名。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,他们想出了一个恶作剧的点子,在村子的中心广场附近,利用巧妙的灯光和镜子加上饼干的模仿才能,制造出一次恐龙出现的假象。 萨姆负责安排灯光和镜子,也让阴影在墙上移动,而饼干则在旁边跑来跑去,投射出一个既巨大又生动的恐龙剪影。 村里的人们纷纷围过来,当他们看到墙上有一只巨大的恐龙在眼前生动活泼地跳舞时,大家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,那只恐龙的动作活灵活现,宛如真的一般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,大家开始窃窃私语。 不一会儿,萨姆突然放声大笑,这才让大家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。 饼干则在一旁摇着尾巴,眼神中闪烁着顽皮的光芒。 村民们对这对捣蛋鬼的聪明才智感到惊讶,纷纷大笑起来。 从那以后,萨姆和饼干制造的恐龙出故事在村里广为流传。 这场基于友谊和想象力的小恶作剧,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,给村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 威洛布鲁克的人们将永远记得这场带来欢乐和温馨的恐龙事件。 您如果喜欢这篇小故事,请记得订阅和按赞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